美国自己问题可大了 G7参加完马上火速 其他的行程都通cancel 本来也要去访澳洲 拜登也去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的美债危机 还没解决 我们要请教杨明杨舟寿了 拜登他们有坐下来谈了 拜登跟麦卡锡要谈 但是抱歉没谈好 债务上限没有协议 所以距离可能拖累 美国经济的违约只剩下 倒数10天 那现在美国联准会 还公布了一个消息 你可以看到 从这边是政治面 官方面的 但是在真正的 大家的家庭里面 美国人的口袋里面 到底有没有money money呢 我告诉你 如果这份报告属实的话 你会吓死 美国联准会周一的时候 公布了一个 年度经济与决策调查的报告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 自己的财务状况陷入挣扎 他说只有63%的美国成年人 就是你可以赚 有能力去赚自己的钱 可以马上掏出400美元 应付紧急状况 这个意思是说 37%的美国人 连口袋里面连紧急状况 要拿400出来都拿不出来 教授 先讲就是这个债务违约的问题 我觉得麦卡锡会拖到最后一刻 甚至会让他真的在6月1号 违法达成违约 一到两个礼拜 因为对债务的平等 他不是说你6月1号没过 6月2号国际平等机构 马上就把美国的债务降等 其实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不会很久 半个月到一个月 但你如果一旦造成市场的混乱的时候 你当然已经造成深刻的影响 可是市场还是可能 在一个礼拜之内就等待 它后续的可能 而且要不断地去观察 就是了解 双方放话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真的达成协议 过去这个例子好多 对不对 真的2011年是蛮严重 拖得蛮长的 才被国际平等机构降等 但是其他的情况 有拖过6月1号的次数也不少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也不一定6月1号 说你会再一段时间 一到两个礼拜 但关键是麦卡锡没胆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那种 要跟你玉石俱焚的人 在共和党这个层面 第二个是 也要面临大选了 其实也不希望把这个大选 因为经济的问题 变成共和党来承担 而要把这个东西做成是 民主党你拜登的治理不良 然后凸显出 我要你捡预算 你都不愿意捡预算 我们还不断的要 这个帮你加钱 让你继续的花钱 让你继续的买票 他不希望这么做嘛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这个情况 很可能会是这样子一个 这个出现 至于美国人 我们都得了解 美国人是先享受后付钱 一点都不成功 先刷卡 一点都不成功 包含的比如说医疗的各个方面的 事实上都是蛮大的一个部分 那因此呢 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 这个工作中间持续 就算中间有转换 他们仍然会有一些这个收入 所以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是很担心说 可能下个月或明年 除非他真的被解雇 那就面临到一个大的问题了 所以对他们而言 要紧急的拿出来钱 那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可能紧急拿出来的钱 大概连他的这个贷款的钱 都付不够啊 没错 那蔡委员可不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 有关于这个美债的部分 现在瞧成这样 瞧得这么难看 是不是都跟选举有关呢 这个就是竞选场合啊 他们炒就是一个竞选的活动啊 目的在何债 就是说我要 民主党要把责论推给共和党 共和党要把责论推给民主党 所以这个拜登才公开讲啊 如果这个债务真的违约的话 我不承担这个责任 不可以不可以指摘我 无所指摘你们不可以骂我 意思就是说 你要骂就骂共和党 不可以骂我 他已经把话掉在前面了 那麦卡锡也是政坛上的老奸巨华 他也不是什么善类 我简单讲 他还是直接讲说 就是你拜登哦 花钱花太多 债务上限才那么快的逼近 那我们要求你三砍的预算 那你又不肯 你拜登自己讲的 未来要十年内 要减少这个赤字 要多少 要三兆 那我们提高到四兆五千亿 那一年也不够一千五百亿而已 那整个美国政府的预算 才多少 才六兆八千亿 那这么一点点 你为什么不肯答应呢 所以两方面在斗唇舌 那拜登在耍一个小技巧 因为如果要拜登主动去砍这个什么 四千五百亿啊 或者三千亿啊 或者东西啊 要砍什么 砍那个什么学费贷款的啦 砍贷款啦 要砍那些什么软性的开销 就说像什么退伍军联啊 公务员薪水 这没办法砍了嘛 就砍那些软性的开销 那软性的开销 那软性还把票给砍掉了 所以他要做一个局 哎呀我不得已砍啊 都是麦卡锡 都是川普 都是共和党逼着我砍啊 谁要你们票投给他们多数席位 所以你不能怪我啊 那我竞选联任 你要继续投给我啊 就玩欧巴马2011年 玩过的游戏 杨庄说就讲过这个story 欧巴马就玩这个游戏啊 到时候选民都怪什么 欧巴马care没有啊 没有是要怪共和党 所以这两党 有时候为了做这个事业 会讲谎话 比如举个例子 他那个川普叫奥斯丁出来讲 哎呀如果债务上限违约都好 美国军人就拿不到薪水啊 多严重 他就是鬼扯美国军人的薪水 跟公民薪水 法力保障的 不受债务影响的 先留下来的 先留下来的 对啊对啊 所以就早在那个 因为优先不凡呢 就是那个什么 债券到席 可以不付啦 那个什么 学贷可以不付啦 还有一些额外的 一些穷人的补贴 可以不付啦 所以有这些问题 但是为了为了竞争选票 谎话一大堆 中国驻澳大使 日前宣布 哎木材哦 也恢复这个出口了 也就是说现在呢 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棉花嘛 铜嘛 还有木材 那么接下来呢 澳洲这个什么意思啊 南华早报说 因为地缘政治的包袱 澳洲恐怕难点投中国 加入CPTPP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 其实啊 早先呢 法务这个贸易部长就说了 澳洲呢 也不会支持台湾加入CPTPP 这是澳洲要保持一个中立吗 这什么意思呢 院主任教授 是 这个澳洲啊 他这个目前呢 这个他的地缘政治处境 是非常尴尬的 澳洲人一直认为 自己是欧洲人 他其实地理的位置 却是属于南太平洋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你不管怎么讲啊 这个跟中国的关系是很近的了 然后他前一阵子的话呢 因为美国什么事情啊 我们就是说昂煞同盟 昂煞同盟 就什么事都喜欢拉的澳洲啊 什么奥库斯啦 又是什么四方会谈 什么都有澳洲 澳洲本身来讲 前面冲得很猛啊 原来有一个总理叫莫瑞森啊 他冲得很猛啊 他会讲话跟疯子一样 然后现在的话呢 搞到的话呢 这阿尔巴尼斯的话呢 他注意到澳洲本身在经济上 尤其是他出口的东西 你刚刚还没有提到 什么澳洲东西的话呢 什么龙虾啦 或者什么 对 什么一大堆这种红酒啊 什么的 原来的话呢 澳洲红酒其实好喝又便宜啊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的话呢 通通都 都是大陆 说不买就不买了 而且呢 他会觉得说 这个酒的话呢 澳洲还是吃不消 所以说 这是第一件事情 澳洲本身跟中国拉近关系的话呢 当然也要看看美国的脸色 不过基本上 人家为了生存做生意嘛 这也没什么话好讲 然后第二讲的话呢 讲到CPTPP的话呢 我觉得呢 原来呢 这个叫做TPP啊 原来是为了 围堵中国设立的 然后呢 突然出现了川普以后呢 突然讲说不要了 不搞了 然后交给日本 我美国退出 退出了 美国退出 美国退出还玩个什么呀 对不对 这个根本就是已经 这个CPTPP变成极其荒唐 现在就是把里面 弄的好处多一点 由日本带头 日本是有名的出口国家 日本话呢 有什么 要的当然是美国 那现在美国没有的话呢 其实说呢 这个本身的话呢 大陆要求澳洲同意的话呢 也只是说 大陆现在以自己的贸易实力 愿意加入所有的 区域型的经济组织 这是一个原则 但是我觉得 大陆并没有因此 什么都没得到 它得到了澳洲承诺 绝对不会让台湾加入 我们这边喊得正儿欲聋 CPTPP 连小孩子都会喊 对不对 那到时候都没有 一个就是跟美国的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也是喊得正儿欲聋 到时候也没机会 现在CPTPP的话 人家澳洲已经表态 这种经济组织里面 先加入的国家 基本上都有否决权的 它一表明的话呢 就是台湾就没希望了 那这个来讲的话 也确实是一个 蛮大的影响了 所以的确 从教授刚刚分析来看 中澳的确 现在处于一个 蛮尴尬的状态 但是中国释放出一个消息 说愿意 这个邀请爱班尼斯 访华 访北京 表示说 其实中国是敞开心胸 有更多东西可以谈的 愿教授 你可以再帮我最后补充 我跟你讲 你知道有多少中国人 移民到澳洲了吗 我知道 太多太多了 不得了 就短短时间 澳洲曾经非常喜欢 中国人移民到澳洲 移民时间 不管是有钱的 有能力的 通通都欢迎 那现在突然关系冷冻 到这种机会的话 因为你只要有中国人 移到澳洲的话 他拿着澳洲护照 做这个中国跟澳洲 之间的生意 帮助就很大 什么东西澳洲有的 澳洲真的是不得了 一个州只住了 两千多万人 你看什么玩笑 那边物地大物博 我跟你讲 跟西伯利亚差不多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的话 导致出来说 澳洲现在不跟中国 做生意 它实在是没有办法发展 就这么简单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足 因为这个app